作为餐饮调味料中的其中一位 临近年关 小小一粒青花椒却牵动了四川餐饮界的神经 日前 上海万翠堂餐饮馆里有限公司 以侵害商标权为由 一指诉状将多家四川餐饮企业告上法庭 只因后者的店招 菜谱 菜碟带有青花椒字样 29号 在四川成都的一家青花椒火锅鱼店内 该企业总经理原先祥直言 虽然他并未收到诉状 但青花椒被注册为商标 对一家主打青花椒口味的连锁餐饮企业来说 他们对未来的经营也充满担忧 我觉得青花椒这个本身 它是我们四川之乎以来 就是一道一个调味品 我觉得这本身就应该是 人或人都是可以去适用它的 确实之前已关注到过 比如杀这个泡沫啊 还有胡辣汤啊这些 当然这次我们自己 遇到了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对未来还是蛮担忧的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 产业联署机构 我们主要有很多资源点 也有很多这种合作门点 因为假如未来 假如我们不得这个权利 使用这个青花椒的话 那未来确实对我们的影响 会是很大的 不光是商家 关于青花椒诉讼案 四川省火锅协会 也于近日发表了声明 将联合协会商家 对青花椒商标提出无效诉讼 比如说我们四川火锅就是 以麻辣会贴这种 比如说有的是 比如说像青花椒鱼的这些 品类的这些火锅 是很多的那种嘛 那这个样子就是把青花椒 做贴了以后 让我们就是清理的菜单 还有我们的外卖 还有我们的这个招牌 都不能使用 就对我们的行业 还是打击很大 再一个就是还有相关联的这些 供应链的气力 也不能使用这样 就说对我们这个产业影响很大的 我们已经联合了 就是说传与两地的协会 接下来我们还要联络更多的协会 这个商标的这个无效宣告 我们无效诉讼 我们还要做这些大量的一些工作 而在四川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曲梁看来 万翠塘青花椒商标的最早申请时间 为2013年1月 根据商标法规定 在商标出审公告期的三个月内 在先权利人可以提出商标异议 自商标注册之日的五年内 在先权利人可以申请无效 而多数商家对知识产权的维权意识 有所欠缺 导致错过了相应期限 因此此次协会牵头申请商标无效宣告结果 或许仍会不尽如人意 因为之前提的几次无效申请 商评委都没有支持 如果这次我们没有新的试试和旅游 去申请无效的话 觉得可能也不会支持 但这个事件可能对于商标的申请 具有很大的意义 对于这种直接以食品的主要原料 或者佐料命名的商标 注册类别在餐厅饭馆等容易引起较多纠纷的审核 标准可能会去更加的严格 所以我们建议对于其他川菜 比如说青椒肉丝 回锅肉等 我们现在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维权意识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由相关的协会牵头 对于川菜或者说川菜的主要原料 是否已经申请40类的商标做出一个梳理 随后可以申请商标无效 或者提出商标异议等相应的维权措施 严龙表示 目前他们已经组织了律师团队提供法律援助 帮助商家维权 另一方面 他们也将成立相关知识产权中心 联合各地协会向商家普及相应的知识 他们希望以青花椒为头 杜绝调味品或菜品品类成为单个企业的所有物 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联络这些川运量地的 主要是川运量地的 主要是联络川运量地的一些协会 现在在全国各地我们再联络一些协会 大家共同地把我们这个行业的产业 还是要保护起来的 不能成为调味品是一个行业的东西 不能变成单个企业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